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又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恐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欢迎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拼经济反望步 今节我们就讲一讲 这个世界时事多下给大家第一则新闻 就是来自这个欧洲内部的争斗 这个欧洲议会在法国城市斯特拉斯堡 斯特拉斯堡是法国的 虽然名字好像是德国的 但是它是个边境城市 人们又懂得说法文又懂得说德文 通过了叫做2035年全面停止售卖燃油汽车的决议 被称为历史性的决议 谁知你说到历史性决议 有个汽车出口大国 亦是欧盟第一大国经济实力最强的 德国现在就立刻要挑战 因为德国不满欧盟 没有通过合成燃料减免的保证 所以就说一定会否决 因为现在是提案 你记住 我们说回欧洲议会 其实它是没有实权的 如果真的要通过的话 都是要欧盟27个国家通过的 这个德国居然做了匈牙利 以前匈牙利就是否决很多欧洲的提议 议案的嘛 现在德国就说 誓死犯到底 绝对是会否决2035年 停售这个燃油汽车的计划 欧洲议会就希望能够 在2050年 实现温室气体 零排放的这个目标 所以需要在未来15年 大幅降低汽车排碳的比例 立法人士和成员国 去年就达成了初步协议 汽车制造商在2030年 必须做到新车排放量 相对于2021年的水准 要减少55% 到了2035年 就减少到100%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欧盟国家 全面禁受任何燃料油车 这里说的燃料油 是包括 汽油 柴油 还有天然气 作为这个 世界顶级的 汽车大国 德国 希望这个决议 是有一些弹性 希望可以使用 合成燃料的汽车 都可以得到豁免权 所谓合成燃料是什么呢 就是利用人工合成法 制作而成的 碳基燃料 由于合成燃料的制作过程 使用电力和二氧化碳 而电力的来源 可以来自 再生能源 二氧化碳 可以从空气当中捕获 所以对于理论上来说 使用合成燃料的汽车 并不会 增加大气当中的碳排放量 但是就没有了 给它豁免权 因为德国 都要生产这种汽车 产车大国 当然是希望可以有 有得生产的有得赚钱 德国的交通部长 威斯新 就跟欧盟说 欧盟委员会 对德国的建议还未回复 没有这个豁免权的话 我们绝对不支持2035年 禁售燃油汽车的这个法令 他亦说 大量生成的 合成燃料就是关键 合成燃料 满足2035年前 销售的汽车的量 因为他想着2035年前 都买一些可以用合成燃料的汽车 如果满足不了这个量 不让我买的话 我们就不通过了 证明了 每个国家都为自己利益着想 德国是产车大国 当然了 除了汽车之外 带卡车 轮船和飞机 都希望得到这个豁免 德国的这位交通部长 亦都跟欧盟记者说 欧盟委员会 他应该提出法规 允许内燃引擎交通工具 在2035年前 是用这个 登记制度 就是将 这些 register了的车辆 只是准他们使用合成燃料 这样就不会加大 这个 环境的负担 其实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呢 就是汽车产业 是德国的支柱产业 德国很难在未来15年内 全部将它变成 将这些汽车变成电动车生产 要更加多的时间 这样就会影响德国的出口 影响它的生计 但批评人士说 虽然理论上使用合成燃料的汽车 符合碳中和 但是 合成燃料的产量不多 他们应该是优先 供给这些没办法使用 电动技术的航空业 而汽车 在 之后 可以完全被电动车取代 一些国家 有些都 不太行 说句老实 难道叫巴拉圭 好像台湾地区那样 说跟巴拉圭合作 搞这个电动车 好像 如果我们不报这条新闻 应该都没什么人知道 红心壮志 立陶苑就搞这个 欧洲 半导体中心 最大半导体中心 最大半导体中心 巴拉圭 就是 南美的 电动车中心 好厉害 另外 环保组织就说 研究表明 以电力 产生合成燃料 其实是不划算的 它相同的电力 可以驱动 电动车 其实 是可以 行到五步那么多 这种低效并且 是这么昂贵的合成燃料 并不会对汽车发挥作用 尤其是2035年的新车 德国汽车工业 应该专心投入 电动车 而不是做旁门阻道 你说它是否旁门阻道 又不是 但是你是危及到它的命根 它肯定反你反到底 所以你说历史性决议 决议而已 因为欧洲议会 这些决议 没有一个 法律约束力 最后也要欧盟27个国家 同意才可以行到 德国一个国家否决 你就不用行 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来自英国 有没有听过一个新的名词 是在这个哥连斯词典里面 或者是阿林斯词典 就叫做 Permanent Crisis 最近刚刚才听到有 是Permanent加Crisis 所以合乏就是 Permacrisis 即是 可不可以叫永族危机 或者叫长期危机 因为Permanent就是 是不是叫做永远的意思 中文英文 这个叫做永族危机 或者叫做长期危机 成为了很多英国媒体 和自媒体经常提的东西 那是什么事呢 因为 现在生活 很多 的 叫做 危机 一波未平 一波有起 尤其是英国 充满不确定性 和不安的 冬天慢慢就逝去 其实我老爸在英国都觉得很冷 因为很久没回去 整个英格 现在 还是有少少春寒 当然 这个冬天的商店 超市当时就怕停电 幸好就没发生 不过 通胀依然是高期 那么 我老爸依然说 因为他有英国手机号码 他刚刚收到的消息 就不是不太好 就是这个话费 要升 每个月 差不多10磅前 说你重复不保留的电话号码 他说要 一定要 其实有一样东西我都蠢了 以前我在大陆有一个 是中国移动的号码 你太久没用了 其实应该好像社长感 每个月交些钱 去保留 我没有了 cancel了 应该保留 应该保留 没办法了 做错了 你看回现在是2023年春天 在你们北半球 南半球不是 其实 这个 叫做长期危机或者永续危机 依然是适用的 只不过 危机就变得很多花样 这两个星期的 Permacrisis 就是 超市限扣 每年的冬天 其实九成的番茄 和生菜都是来自 温暖的伊比利亚半岛 即是西班牙 和葡萄牙 和北非 北非当然是温暖 但是今年 由于西班牙南部 和北非的摩洛哥 是有 很不幸地 就有这个 极端天气 洪水 造成修成不够 之后 又是暴雨年年 搞到 蔬果不够 运在蔬果的船的班次 亦都是因为有这个 极端天气 也是延伍 几样东西 其实北非 今个月 已经停止向 西非出口番茄 还有 我们想想它同一块大陆 都是非洲大陆 洋葱 还有薯仔 都希望 他们很好 他们停止向西非出口番茄 洋葱和薯仔 就是为了保障欧洲的供应 那边出的价格也比较美 应该是 英国本土的农作物 当然了 农民 往年都是透过温室去种 温室棚 种些蔬果 向超市输出一部分 但是部分很小 因为始终 这些不是英国应该 气候种到的东西 你想想 那当然是 反鬼截 由于目前能源账单那么贵 很多人就不再 用温室去种 英国和荷兰的温室栽种的数量 比往年是降得太多 所以 就有限求令 在英国 批发商和超市 一样是缺货的 除了BNO说永远都不缺货 别人都说缺货 不知为何他们就没有了 可能他们很聪明 自己种 我想就是自己种 对呀 他说我们什么都可以 有什么是不行的 你就试一下 没有番茄 可以吗 所以亦都导致 不少的蔬果 就 贵 要是没有 在英格兰部分超市 如Esther Morrisons Singsbury 我们之前说的 Niddle Tesco 都是有限求令的 Tesco 也是 选购番茄 青瓜 散菜 还有 甜椒的时候 每个人只可以买三件 其中 又是番茄 最抢手 令人想起 上一次英国的超市限求令 在两年前 英格兰第一波疫情的时候 想不到现在没有疫情就搞成这样 这波限求令 预计还要持续两个月 除此之外 英国超市 和其他的一些卖场 原来 都还有其他东西缺 都挺惨的 英倫三岛的气候 原本 有些东西都挺适合的 挺适合的 因为经历了一季 极热和缺水的夏天 之后就是寒冬 预计 有些东西 都已经耗尽了 5月6月 本地可以栽种的东西 或许不救 又要进口 气候 变化 不单只是冲击了农业生产 对于普通人的后院 也是影响不少 去年 直到11月中旬 其实 很多的一些 花 其实 就 开得很快 因为暖了 暖了 去年年底的英国气象局 就录得了 是在过去 连续 11月之中 每一个月的平均气温都比历年要高 英格南北部的11月 亦都录得 接近20摄氏度的高温 但是之前 应该是 没那么暖的 事实上 全球 气温相对于前 工业时代 亦都是平均高出了1.2摄氏度 当大家 在位度偏北的地方 享受 温暖阳光时同时 亦都发现 现在 很多地方都很不同 你知道英国 很出名是种玫瑰 你从种植的玫瑰 开花季节 你就知道 以及 开花的掌势 你就知道 其实气候变化 都是 改变了不少 其实历年 英国皇家 元藝学院 他也是观察了玫瑰 盛开的时候 其实今年是早了开很多 因为亂了 亦都改变了很多 限扣 现在是新闻 不过这样说 之后 如果你持续几个月 就不会变新闻 因为 可能大家都 新常态 对 新常态 去年的一个 整个 秋天和冬天 英格兰超市 生鲜食品的标价 每个月都涨 虽然进入一月 英国的通胀 整体通胀下降 但食品通胀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 昨天节目都说过 今年一月 英国食品通胀率高达16.7% 随着圣诞之后 各种打折 其实 各种打折是结束 一段时间之后 一段时间之后就结束 大家在日常的 开支当中也感受到痛 我老爸 昨天就去了 这个 Ray Rose 去看一看 因为他们自家品牌 叫Excentral 大家在英国都知道 自家品牌一杯便宜一点 但他觉得 那价格吓到他 因为他很久没有回到英格兰 吓到他有点点 担心 因为英国在这个价格 应该是很难出现到这么贵的 现在 已经不是叫贵 是新常态 是令人远色 当然 现在这个 Permacrisis 应该会继续 受人家熟悉 为什么呢 因为 今年 可能跟上年有点像 一波有一波 要做一些大事件 希望我的战争可以停一停 好 这个 就是第2则新闻 第3则新闻来自贵国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政府 刚刚批准 电动车巨头 特斯拉的电动车 可以进口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其实就发了声明 特斯拉 将会在马来西亚设置办公室 还有体验中心和服务中心 同时打造一个超级充电网络 希望为当地带来一些工作机会 但是 看来 马来西亚的民众 就不多看好特斯拉 我看到 他的新闻下面有些评论 很多人 短期内不实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你这个超级充电网络 未完善之前 是不实际的 因为 你知道 要有充电才可以走的 因为我们 起步太迟 很多屋苑 没有充电的设施 但是油站就周围都是 你走走走走 没有油游 洗下去打一打几分钟搞定 但是如果你说充电的话 就是很有限的 以我所知 很少地方有 这个购物中心 有些商场 以及 一些新建的 宅宅 Condominium才会有的 不算很普遍的东西 所以他的超级网络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 建构到 我们也知道 尤其是KL 这个堵车现象 都相当出名 你住得远的续航力 当然 它是捱到的 但是 后续的 都是充电问题 因为 始终要充电的 有太多住宅 没有这个空间 去安装一个充电的 充电山 是没有的 充电桩 你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真的要用车人士上班族那些 去大型送上派对 很不实际 很不够 大家一起去排队 大家一起去 为什么我不选择 入油 五分钟 就搞定了 因为周围 没错 据我所知道 我都看到 那些人就说 好像 那些有充电桩的商场 都是一些比较好 和新正的商场 老式的 也难 新起的是会有 但是 真是不普遍 亦都数量相当少 所以 不可以 大搅 应该这么说 是 或者这么说 有些人敢为天下先 你就先买 结果你 捱几年 到处去找 充电桩 我觉得很难捱到几年 你那些 和留言评论区的人说的 基本上一模一样 因为 大家都 不是这么看好 当然 说到很有豪心壮志 但是 只要我这么说 和澳洲的状况有点相似 就是充电桩 的普及数 是决定你 这个车 当然 有些人他就不理那么多 但是总是有些人是要 想想 究竟是否实在 没得不理 你没有充电你的车走不动 你怎样不理 是 你对 你对 或者 难道 你暴住他 有些人 充电了 我在后面等着你 所以 很不方便 所以我说 但是说真的 你这样 我等着你 我十分钟 我进完游戏吃饭去玩 回家 是吗 所以是 不多实在 你真是天天 去商场 这个真是好笑 是吗 是吗 天天去商场 除非你的宅宅是比较新式一些 像你所说的 所以是很少部分 才觉得 有得想 我考虑会购买 又或者是 私人更加 不会在家製充电桩 我想 要改建你家里的东西 而且不只是改建你家里的东西 你要拉电线来的 真是很大的基建工程 是吗 你要想到 那些 你改建是一块钱 拉电线又要得到 当地政府的规划 批准你才可以动工 所以 特斯拉与我们政府合作是对的 但是短期之内应该都 比较难 比较难 现在因为这个车厂赠送了这个充电桩 不过 还限制在家中 无法安装 对于很多纯电动车车主来说 拥有一个私人充电桩 可谓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法 但是 事实上 不少电动车车主 都是通过公共充电桩去充电 想想大陆的基建那么好 他也觉得 有时候要等一等 原来 这个媒体就发现 当时全中国超过四成的新能源车的车主 是没有个人充电桩的 不少车厂 品牌方 有超过一半的充电桩 是送不出去的 送给你 大家都去公共充电 你记住 中国的基建是相当地发达的 你刚才的数据是超过四成 我认为这里超过八成 说真的 这个也是 你真的有很长的 建设的工作要做 没错 我们看看 某个中国的新能源车的品牌 就是经常用这个买车 免费送充电桩的这个促销手法 但是这种随车送电桩的福利 不少车主 就未必享受得到 因为住宅 是很难满足安装条件的 私人充电桩 其实我不敢想 你住的地方有没有空间可以装得到 你自己的空间 先不要说公共空间 有没有地方 车主说 为什么它不安装 因为你送充电桩给它 也没办法在小区安装 你找它的话 物业管理它不批 车位没办法安装 你刚才说 用电的配额 也很难满足 总之你要安装的话 你肯定要移动 又不是大兴肚目 有时候对某些人来说也很麻烦 是的 相比起我只需要駕駛车 入油站 入油站很多 10分8分钟就到了 搞定了 是的 你跟我说 排队两个小时 这样 我吃完餐饭回家睡觉了 你去排队 未必轮到你 你坐在车里等到 已经有空的充电桩才轮到你 你可能等五六个人 你会不会等 天天 你记住中国是送充电桩 所以 在澳洲也是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 小弟觉得在澳洲也是 你知道我们的 驾车距离很远 你续航力 现在当然比以前好得多 究竟是否好到 是可以 大家大众接受的 或者是 真的可以去到那么远 你要记住 好像Tesla 难听说 你弄车也是要找回他们的店铺 你找回他们才能弄到 但是 你很多车 Universal 很多车都是 你当然有些 车放 做得到 Tesla就不 是的 你亦亦不可以乱乱地逗他们的东西 如果不是他就不帮你弄 我想问你们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或者有站肯定没有 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有没有充电桩 有些是有的 OK 都算OK 这样都算OK 不多 我之前去 好像有吗 不多 有些在角落 我们是 我看过有 但是忘记哪个 有些大型商场都是有的 大型商场是有的 但是你说很普及 澳洲 起码布基斯坡和黄金海岸 都不是很普及的 不是多的 商场那个 上千路区附近的一家比较出名的 商场 目测就好像不超过10个 是这样 7、8个左右 7、8个左右 就是这样 是这样的 如果是多过7、8部车 你就等了 所以暂时在大马 民众都觉得不被看好 都是正路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